太 太第一個筆劃就是中暗 有時候一開始就很猛 既然一開始就很猛就不要客氣 很多人寫字膽子太小就不用玩了 納拉長不是很粗的 納沒有像唐朝凱述三過折寫得好明顯 有時意思意思而已 旗鼻大 哇這個抹下去 大耶大一膚 好大 扭一下 皮也是很大 我心臟要夠強 不然它受不了 輕輕的納稍微一點膨脹 再縮縮 剛才那個字好渾厚 所以這個字也是渾厚 但是它就稍微輕瘦了一點 免得讓人覺得每次都中暗 沒什麼變化 這個就輕 一樣撇短 納拉長 還是加一點處處兮兮的膨脹效果 然後再縮縮 直 直 又是來一個中暗 有時候這個真的需要一點勇氣 寫字 需要一點膽量 然後帶起來細細瘦瘦的折 橫畫 這種橫畫有時候看起來都像點 然後這裡再把它封起來 封起來的時候它就還是很渾厚 到後面 縮好 直 密 密的點 這寫得像橫畫 其實倒不像一個點 每個書號架都有些特別的習性 如果自己記住以後就可以寫出它的風格 挑起來 那B原則上 先寫中間起來 用力挑 撇過來 你會發現這裡少一點 它竟然拿來共用 其實這樣子 這種寫法不多 大部分還是會維持自己一個點 那這裡竟然共用 格 因為筆畫從上面下來 所以它有點 這樣子按以後才抹下來 那我常常覺得說 前面這種小小的東西很重要 可以代表它當然寫完那個B以後 一下來的痕跡 筆畫運行的痕跡 這個很重要 在形檯裡面 筆畫運行的痕跡 脈絡 真的是非常重要 像這個脈絡過來 所以你看智詠的牽字紋 墨基本的 也都寫得非常的清楚 那種硬帶的動作 撇好瘦喔 可能要擠進去 所以這裡就寫得很輕瘦 可到後面要結束的時候 它又來一個 重案抬起來 從裡面撈出來 然後把中間的口的縫隙 塞到好小好小好小